我们先快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中共的两个焦点人物的最新的信息 也是比较奇怪的 就是朱镕基和王岐山这两个人 同时出来露面了 显然是为了辟谣此前的网络传闻 在昨天是清华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 他们的官方网站就发布一个消息显示说 在10月25号日几天前 说清华大学在他们的金管院 举行了一个会议 叫做顾问委员会2024年会 那么在此前呢 已经是久违露面的这个朱镕基 就来了一个曲线露面 他已经本来很久都消失了 他就这个消息就说 是朱镕基委托清华大学校长 转达他对顾问委员们 以及特邀专家们的问候 当然就是意思就表示他还是 人还在对吧 与此同时呢 这个前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他就接替朱镕基正式的担任了 清华金管院的顾问委员会的名誉主席 并且就以他作为主人宴请与会者 这个就等于说一则新闻来辟了两个谣 对吧 一个就是朱镕基 可能很多朋友都有看到过 此前一度被海外的网络突然热传 说他去世了 另外一个辟谣呢 就是这个有外宣媒体 叫做香港合同社的 此前呢 是在10月12号的时候 突然呢 一个爆料说 这个王岐山 是在10月7号晚上 在北京故宫东门外的住宅 被软禁了 被拿下了 他的家属啊 亲信啊 全都是被扣押等等 那么你从这一次的新闻来看呢 就是朱镕基和王岐山 一起联媚来献身 显然是有特定的 这个政治信号在里面 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王岐山 他在中共高层的政治背景 很多人都把它说成 说他是习派 习近平的这个铁杆 其实严格说 他真正派系 他不是习派 他是朱派 因为王岐山 他在这个早些年的 这个政治仕途 最重要的提拔升级的 这个关口啊 都是得益于朱镕基 对他的提拔 所以这个王岐山 事实上他是朱镕基 在中共整个金融系统的接班人 他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角色 他是朱派的头号掌门人了 那么朱镕基去世 还有王岐山被这个查 是吧 被抓 这样的传闻 他其实释放出来的信息呢 那就是整个朱派势力 基本上冰箫瓦解了 但反过来 现在朱镕基 他出来露面 表示我还在 是我活着呢 这个王岐山 表示出来说 你看我是一切没有问题 我很安全了 我还继续当我民意主席 他设不能信息 也很清楚 也就是说呢 曾经被习近平严厉压制的 这个朱派呢 已经是成功解套 基本上是半血复活吧 我们不能说是满血 起码是一个半血复活 大家要注意 就这个消息的重点呢 它是在于 还有朱镕基之子 就中金公司的前总裁 兼这个CEO朱云来 也有参加了这次宴会 在那个消息里面 特地把它给突出出来 而清华的这个金管院众所周知 它一直都是朱镕基的自留地 是它的根据地 就是它的地盘吧 所以呢 你就看到 朱派核心三大院 是同步出来亮相 而且还特意挑选了说 在自己的地盘来高调的亮相 那在我看来 它一定就是释放出来 一个很清楚的信号 就是习近平多年以来 一直在进行的 那个金融削翻这个政策 我觉得可能基本上 已经是寿终正寝了 我们都知道 就是习近平自从在 十九大定于一尊以后呢 他一直有一个贯彻始终的 核心政策 他一直都在没停过 就是金融削翻 他现在从清理这种 政商一体的在金融圈 各霸一方的几大 这些民营企业的 尤其是互联网的巨头 包括这个阿里巴巴啦 什么滴滴快跑啦等等 这些同意开始 然后就这个逐步地减出 到这个王岐山的亲信部下 你看王岐山的这个秘书啊等等 都被抓了好几个了 那么金融削翻 他其实是习近平 他要建立起他自己的那个 就是政治经济军事 三位一体都要定于 一尊的一个重大的政策 这属于在经济领域的 收权 要实现他的极权的 这么一个重大政策 这个呢 也是我们看到多年以来 就朱镕基 他一直都以说 自己身体不好为由 他一直拒绝出席 习近平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场合 拒绝给习近平站台 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 所以呢 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金融削翻 我认为他这个政策的终结 他其实从另外一方面 也意味着就习近平权力 被削弱以后的中共呢 将进入到一种寡头分赃的时代 有点相当于那个当初的战国时代 群雄并起 一旦美国大选一结束呢 无论是美国总统谁当选 你会看到 中共他可能都会面临着 这种在外部的巨大压力之下 甚至不排除 不排除说在未来可能会四分五裂 这样一个危机 因为他现在缺乏一个统一的 强有力的 真是没有核心 也就是说中共权力版图出现了一个重构呢 它事实上已经开始影响到了 它的国际地位 甚至影响到中共的外交政策了 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在昨天呢 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他就出来公开的表示说 俄罗斯与伊朗打算要很快就要签署 一个叫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其中就包括说 双方在国防领域会有密切的合作 当然这个拉夫罗夫呢 他并没有透露说 俄一双方在这个国防领域 将以何种形式来进行一个密切合作 但大家都知道嘛 普京此前是今年六月份 他在访问朝鲜的时候 当时和金三胖也是签署了这么一份 名字都一样 叫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条约 其中呢就有一个条款就规定说 当一方遭遇侵略或者是武装攻击的时候呢 另一方是有义务去向盟友这方去提供帮助的 事实上就是结成了一个军事盟友的关系 然后呢你就看到前不久啊 就是美国和北约波尔都有正事嘛 就是朝鲜的确是就向俄罗斯至少是派出了高达一万人的部队 而且现在已经证实有几千人已经是部署在了库尔斯克这个地方 与乌克兰军队来作战了 而且还有更多的朝鲜部队呢 他们在接受一些适应性的训练之后 可能就会被正式的投入到俄乌战场 所以呢就是鉴于朝鲜的这个先例 这次大家看到说俄罗斯和伊朗又要签订一个相同的条约 那外界当然就是会高度怀疑说 这是不是俄一双方也要结成一个军事同盟的标志呢 如果说真的是一旦达成签了字了 真的是又成了一个盟友 它就意味着大家看 从东亚的半岛危机到欧洲的俄乌战争危机 以及再到中东的以哈战争危机 这三大危机就是三点连成一根线了 一场世界大战的轮廓呢 它真的是就有点隐隐约约 好像是要浮现出来了对吧 而且更加不寻常的是你会发现 在这个三点一线的轴心国体系之中 居于中心位置的居然是俄罗斯 不是中共 就俄一达成了一个军事同盟 它显然是酝酿已久的 并不是说现在才突然脑袋一热是吧 才这个出来的 上次大家记得吗 就是普京的国防部长不是访华吗 习近平还避而不见 我觉得恐怕就和通报这件事情有关 就是说虽然俄罗斯和这个伊朗要结成盟友呢 严格说是吧 就是不需要证得中共的同意 但是呢 我觉得站在普京的角度 他会说觉得起码要尊重一下 这个就是习近平的感受嘛 面子上要照顾效果 我还是派个人来要跟你通报一下 但是非常奇怪 就是习近平居然避而不见 没有见他 是张又霞去会见了他 当时我们和大家不是也有讨论分析吗 就是这个其实说明习近平他的军权 他在军队系统实质上 他已经是靠边站了 也就是说呢 这一点他就足以说明 无论是习近平本人 还是整个中共 现在在整个中俄一朝这四大轴心国体系之中 中共的地位已经是弱化了 而且这种变化呢 恐怕我觉得俄一朝三国或多或少 他们可能已经多少都心中有数了 就知道习近平的地位 他可能或者说中共内部已经出了一些事 他们可能多少都知道一些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就是金三胖 根本就无视中共的感受 直接就说我要派出一万多人 我去支援这个俄罗斯 而伊朗呢 现在也不看不看中共的脸色 直接就要和俄罗斯来进行一个正式的军事结盟 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我们就不难理解说这个伊朗哈马斯等等 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个转变 一下变得很强硬了 大家知道这个以色列在上周六嘛 他是出动了一百多架战机 对伊朗的二十多个军事目标 发动了三波这个空袭以后呢 伊朗在当时他的表态是明显弹化 这个袭击所造成的损失的 当时伊朗官方只是强调说 他们受到了有限的损失 包括这个哈梅内伊最高领导人 他出来这个公开讲话 也都没有说 这个说要对这个以色列进行立即的报复 甚至甚至还呼吁说 我们大家不要夸大 我们所遭受的损失等等有这些话 但在本周的时候呢 伊朗的态度突然就发生了一个转变 一下变得很强硬了 就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 他就出来表示说 伊朗将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 要对以色列做出一个强烈的回应 随后呢 就根据美国的像Axios 还有包括这个路透社等等这些媒体的报道呢 就说以色列他们获得的情报显示 说伊朗啊 他甚至有可能在未来几天之内 那就对以色列发动他们这个重大报复攻击 而且这个袭击呢 很有可能是在总统大选之前 他们就要来发动 所以大家会觉得这有点不寻常了 对吧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路数呢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他 我们就不妨按照伊朗所发出这个威胁这个思路 我们继续来做一个假设 我们看看他会发生什么 就是如果说伊朗他真的在大规模的去 又来攻击了以色列 我们就大家可能都会知道 他只会有一个结果 就是以色列肯定不会就这么忍气吞声的 对吧 以色列一定会再度的大规模的去报复伊朗 而且很有可能就会针对着像伊朗的石油 以及核设施 这次是没打的哦 那么下一次恐怕 这个以色列就会针对着石油 以及核设施去发动这个袭击 甚至可能都不排斥 还会发动斩首战 把伊朗那些高层把它给干掉 这个是以色列早就已经明言在先的 而且呢 大家也都看到以色列早就证明了 他从来是不说这种虚话的 他是说到做到 他不会虚张声势的 那么大家想想说 你站在俄罗斯这边 如果说真的 以色列和伊朗这边 哇 打起来了 你普京他除了说支持你一点这种武器装备之外 他还能做其他什么动作吗 他要钱没钱 他自己都没钱 他自己都这么紧张 是吧 他自己更没人 是吧 他现在都需要朝鲜支持他人 所以呢 普京除了支持一点武器装备 其他是做不了什么的 但在美国这边 恐怕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后果 就会导致穆斯林的选民 可能会大幅度的去转向支持川普 这个绝非是哈里斯愿意看到的 而且这个拜登政府 就是他唯一能做的 要真实发生这种事情 我觉得可能拜登政府 现在还就是要 极力的去通过私下沟通的渠道 去劝阻伊朗 千万不要这么干 甚至不排除说 美国这边可能都会要 答应伊朗某些 平时不太可能答应的条件 以此换成说 你千万别在这种时候来冲动 对吧 所以你就看到 就是伊朗结盟俄罗斯 在我看 它并不是一种非常强硬的威胁 它真正的目的 尤其是对伊朗来说 是更重在于是防守和自保 而不是说要结盟以后来发起进攻 我觉得这个动机 其实你发现 它会和金三胖是差不多少的 金三胖为什么主动去靠近普京 去和这个俄罗斯结盟 它最大的目的 就是要摆脱对中共的绝对的依赖 给自己多加一层保险 它其实也是从自保的这个角度来出发的 其实伊朗你会发现是一样的 也许呢 我觉得就是说不排除伊朗 它可能会通过一些代理人 比如说伊拉克的民兵组织 或者说在叙利亚的 这个它自己培制的 一些这种极端组织等等 用这些代理人继续的来骚扰以色列 表示你看我也报复它了 但是要说伊朗 它现在就从它的这个本土 它直接就联手普京 联手这个金三胖 它要掳起袖子来大干一场 在全球点燃一场 世界大战的这个烽火 我个人看吧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 我觉得都还是不太可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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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